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首先跟大家說Merry Christmas 今天是Boxing Day 我這一集可以讓大家當作禮物 我26日出 因為27日香港這邊不用上班 不用上班的話 我想可以睡晚一點 現在晚一點聽都應該沒問題 今天是歷史除想 歷史除想系列的英國系列正式開播 上次已經鋪排了一些中世紀的東西 今集可以正式說 一如以往 我會用一個問題 去概括這一集 每一集都會問一個問題 然後看看如何回答 我今集問的問題就是 為何洛萬人的入侵 是英國歷史的開端呢 首先 甚麼是洛萬人入侵呢 這就是指1066年 洛萬帝公爵威廉 又稱征服者威廉 他帶著他的軍隊 環越了英倫海峽 到了英格蘭 英格蘭當時 英格蘭當時是國王 英格蘭剛剛合一了 100年 也不足夠 百多年 200年 也不足夠 的情況 他們經常跟維京人作戰 剛才英格蘭王贏了 丹麥那邊的國王 即是維京海盜 的頭 軍隊殘到七彩 結果兩下被征服者威廉 就征服了 征服了之後 征服者威廉花多幾年 大概將英格蘭 基本上全部合一了 或者用我們中國人的說法 統一了英格蘭 之後就是洛曼王朝的開始 為什麼我會說這是英格蘭人的歷史開端呢 為什麼不學休吉爾 他說的英語民族發展史道爾 海撒 入侵羅馬的海撒 帶兵入侵 不裂顛倒 開始計起 因為他是文明的開端 之前 有 當然有文明 海爾特文明 但是海爾特文明 他雖然可以形成一定的城鎮 但是始終海爾特人本身最缺的就是文字 另外就是 他們的 組織能力 和運用能量和信息的能力 是遠遠比不上羅馬人 羅馬人帶來文明 如果羅馬人不過來 英格蘭會不會去到後面的款式很難說 會不會停留在海爾特人的水平 但是為什麼不用這個做開端 又或者為什麼不用最近大家都說的 大家很喜歡說的大憲章 曼納卡塔 這個應該是去到1215年了 已經是去到威廉的子孫 而且是旁枝的子孫 沒有鬼用的 或者約翰王 為什麼不用他大憲章來開端呢 大憲章可以說是憲政的支持 也可以說是憲法的開始 當然他的憲法 其實大家有興趣看 他的憲法很有趣的 那個寫法和 例如美國憲法 Decoration of Independence 加上一大堆權利法案 加上立憲的什麼完全不同 其實有些事情都挺瑣碎的 大家有興趣去看 也有六七十條的 但是有些事情是瑣碎得不得了 說到最後就是定名貴族 和君主之間的人生關係 權利義務 這些事情 但是為什麼不用那個做開端呢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洛曼仁的重要性在於 其實他把英國拉回歐洲 這個我在後面會詳細展開慢慢說 大家先聽著這件事 拿出一個很概括的答案 就是 洛曼仁把英國拉回歐洲 甚至可以說 自從洛曼仁來了之後 英國不再被人入侵 然後可以開始向外 不是向外侵略 而是向外擴張 這個是對英國的整個發展 以及他以後 形成到憲政 形成到各種比較獨特殊的事情 他的普通法 他的 相對的以法 來做根基的那種政治 是有決定性作用的 還有就是 國王 國王不是在議會之上來命令議會 即將議會變成策略議會 變成橡皮圖章 不是好像法國 三級議會那種 亦不是 完全王在法下 變成像北歐其他地方 瑞典 雖然瑞典在30年戰爭的時候 有一代的明君 兼一代戰神 古斯塔夫意勢 但是就算是他那麼英明的人 其實真正的實力是在貴族上 而不是在國王上 他們更加都是走寡頭政治的路線 而英國國王的特點就是 王在議會當中 議會之中通過議會來管治 而法律 是在 議會組成和國王組成之上 由法律 來做一個維繫的根基 這種情況是英國算是獨特的 而某程度上 剛才這麼說 洛曼仁的入侵是標誌了 這套邏輯將會慢慢形成 這個我們後面會說 今天我們仍然會分幾節 其實是一個program 所以聽到所謂一節節 大家不要以為已經結束了 首先我們會先review一下 中世紀的權力邏輯是一回什麼事 是用什麼來看權力呢 接著我們會說一下 洛曼仁之前的兩波入侵 就是日以萬人的入侵 以及維京人的入侵 到底為英格蘭 或者英格蘭地區帶來了什麼呢 然後鋪了 然後洛曼仁入侵 就會解釋 他的最重大的意義在哪裡 好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好 第一小節 就是先講講中世紀權力邏輯 權力邏輯是重要的 當然 權力來源如果你後面沒有 這個武力 沒有經濟實力 甚至也沒有一些個人的質素 即是無論是領主 領主的班子裡面 如果沒有一定的個人質素 當然是什麼都不用說 但是講這幾件事之外 有一些約定俗成 的東西 是你的神文 無論是你的手下的騎士 你的民眾 你的人 如果你沒有這些 的因素符合的話 他們是不會認同你的統治的 這個沒辦法 人是群居動物 而這個群居動物當中 無論如何都會有規矩 而這個規矩是誰定的 為何你有這個權力定的 這個也需要有大家同意 所以 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邏輯 而如果你不服從這種邏輯 你多厲害都沒有用 那麼 而在中世紀歐洲 他的有兩個大因素 是最重要的 你的任何一個領主 君主 國皇 大致皇帝 這兩樣因素 你都不可以繞過去 第一就是血緣 第二就是教會的承認 這兩個是非常重要的 兩點 先講血緣 血緣本來就這樣一聽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油木民族的 阿拉伯人 或者你說草原的蒙古人 還是來到我們遠東中國人 都是這樣說的 你不是親族 怎麼可能可以繼承呢 但是其實 是有分別的 我先喝一口咖啡 我分別在哪裡呢 我們就把中國人 和 中世紀歐洲人 大家對比一下 我們可以用一個問題來概括 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假設 皇帝A 他生了三個子女 除了大的是兒子 第二第三都是女 很不幸大兒子 英年早逝 他生了 好了 現在繼承權會下去哪裏 如果是中國的話 絕對不會落在那兩個女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中國走的其實不是說血緣 中國說的是中法制度 中法制度裡面第一要二 第一不可以落入外星人之手 而女是要嫁出去的 嫁出去之後 他就不是再跟這個家族性 而是跟附性的 如果讓他們傳了皇位 於是你的皇朝就落入外星人之手 這是行不通的 這也是為何武則天 一代女王 但是為何他到尾都要傳給 勝利的家人 雖然張間之起兵是一個因素 逼供 但其實另外一件事 他早就想通了 也不能不想通的 就是中法的力量 你根本傳不出去 你傳給誰 傳給你姓武的家根本不合理 你姓武的家會傳給姓武的 你不傳給自己的親生子女 怎麼傳給誰呢 誰死了之後祭祀你呢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第一不可以落入外星人之手 第二 在中族和中族的家庭 就要落入嫁系之手 什麼叫嫁系呢 中國人是一夫多妻制的 而多妻當初應該正式說是一妻多妾 妻的下一代 就是嫁系 妾的下一代 不是嫁系 不過 中國的婚姻制度有一定的靈活性 如果可以傳當夜傳嫁系 但如果嫁系無子 其實就可以在其他小老婆裏面的兒子 選別人 選別人之後 過計過去 給政室皇后 他那個人就有繼承權 這是中國的做法 保證 保證 這個皇權 這個繼承權 是會在 同性 第一是這個國家姓氏的人 同時又要在嫁系裏面的一路傳 嫁系有時可能會有些奇形怪狀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 好像明、宋 都試過兩兄弟計算 都算是嫁的 但是這個裏面就是一大堆儒家論證 我們今天不拆開來講 但是基本上都是用這種方式行 西方呢 西方如果這位國王A 他的兩個女兒 長女就已經可以繼承了 因為他的血緣是最親的 最親他的父親 除非這個父親 連室下 連女兒都沒有 或者子女都很輕鬆了 OK 兄弟 如果連不幸地兄弟 或者兄弟繼承了 但兄弟又沒有 不幸地輕鬆了 SORRY就開始要追上唐親 表親 唐親和表親都可以 中國人是表親 直接叫外戚 外戚絕對無權繼承 但是在西方是可以的 大家不要忘記 國王A的兩個女兒都可以繼承 既然兩個女兒可以繼承 就算外界遠方 都可以回到來繼承 這不是一個問題 不然你不會聽到伊麗莎白女王 馬麗女王 這些人物 法國你聽到少了 但也有女王的情況 這些女王情況 只有可以在歐洲 這種認血緣 而不是認中法 才可以做得到 而有時候怪異到 一旦 大家親屬都很輕鬆 大家左追右追 就不是又可以追 負是又可以追 大家鬥追到 哪個血緣 最近到哪一個 最近的國王 或者能夠有本事可以追到遠足 這件事就在兩件事上看到很有趣 第一 英國的國王愛德華四世 有趣到怎樣 他為了證明自己的血緣 足夠地 而靠近 他是真的命令人 弄了一個 大地毯 說是地毯 但不是放在地上 掛起來 是一個掛式 這個掛式 真是水蛇春 Literally的水蛇春 那麼長 他可以掛在國王的殼 在頂上 垂直到地上 還可以拖著地 是什麼呢 他的家族Family Tree 然後他在哪個位 然後他追上去 這個我的老爸是誰 然後阿爺是誰 太公是誰 誰是誰 追追追追追到誰 所以我是很有繼承權的 這幫傢伙不要來跟我搶 你們極其剩下這一堆的我的皇親國戚 無論是表哥 堂哥 叔叔 侄 你沒有一個救我親 他要玩到這樣的地步 另一個 亦都是相當之 有意思的這些 繼承例子就是 如果也是英國來計 就是 馬麗 不是馬麗 是江榮革命的時候 最終 江榮革命是在 荷蘭那裏迎來 一個已經外嫁了出去的女 回去做國王 去做女王 他的老公 Prince of Orange 荷蘭老 今天順便又變了國王 是這麼奇怪的 另外一樣也很出名的就是 哈布斯堡家族 哈布斯堡家族怎麼可以打到一份這麼大的天下 哈布斯堡王朝最強的時候 西班牙意大利的北部 西西里王國 加上奧地利 加上一堆德意志聯邦 那堆全部承認奧地利做老大 那是神聖羅伯皇帝 他憑武力 不是 他憑下半身而已 跟這個結婚又拿到繼承權 跟那個結婚又拿到繼承權 這個結合那個結合全部都是繼承權 所以 通過下半身是可以打天下的 這個是 中古世紀歐洲的 那個繼承法則裡面血緣的緊要性 甚至法國的國王裡面 有一部分也都誇張到 他不單要追上加洛林王朝 明明你是卡佩王朝 或者是雅魯雅王朝 你一追還要追上四五百年前 我的 遠祖是卡佩林王朝的查理曼 或者甚至要追早一點 兜過查理曼 明明那個沒有查理曼的血統 不要緊 我追到早過查理曼的 第一個歐洲算是統一的王朝 麥諾溫王朝 實際上你查理曼王朝 查理曼的 阿爺 Charles Martel 都不過是麥諾溫王朝的宰相 他們叫功相 所以你說正常我更正統 可以玩到這樣的樣子 這些在中國絕對不會見 沒有人跟你這麼有空 還要跨王朝去追 你聽都沒有聽過 那麼奇怪 歐洲會這樣玩 要這樣證明自己血緣 第一有血緣 第二就是我的血統是尊貴的 而不是在計較你是不是敵系 而為何會有這樣的分別呢 當然就是因為 歐洲是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並非只恥於這個教會 其實最恥於羅馬 古羅馬是禁止重婚的 你可以有一個老婆 無盡情人 但是所有情人的下一代 是沒有正式的法律繼承權 你可以照顧他們 但是他們本質上不能繼承 你勸了之後 按照法規那些人是完全不能claim你的遺產的 如果你是正式的老婆 即是只有一個老婆 老婆生的那幾個兒子有得分 那要怎麼分呢 就看情況 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做法 羅馬是指定的 老爸指定的 甚至老爸可以說我不讓我自己那班人 我指定繼承都可以 這是因為羅馬尊重私產權 連國家都是皇帝的私產 完全是他可以去作主 指定繼承人 如果你說到日耳曼步族之後的 日耳曼化的歐洲中古世紀 有一大堆繼承次序 但是重點就是 只有正式皇后生的 才可以有繼承權 而其他小老婆生的全部都沒有 不像中國 中國進入宫裏面做妃子做什麼 一樣可以有機會繼承 我可以繼承 但是在中古世紀歐洲沒有這回事 女兒也可以繼承 不然就在鬥血緣 誰親一點 誰繼承 通常他們會有人去認證 找很多人認證這個是誰 那個是誰的論證 父系不夠加上母系 我爺爺不夠加上我阿嬤 就可以說我有繼承權 所以我繼承權比你更硬 所以為什麼 那麼多國王到處去結婚 那麼多皇子公主的故事 很多皇子 所謂皇子就是沒有繼承權的皇子 想有份家業 怎麼辦呢 其中一個辦法 下半身打天下 滾到美女公主 不一定是美女 但是是公主 滾到回來的話 最好就是國王沒有兒子 為了恭喜你 那你就有了繼承權 可以玩到這樣的 而這件事也是佈下了將來英法百年戰爭的原因 繼承權問題 這個後面一會兒說到萬人就會說到 另外一件事是教會 為什麼教會重要呢 因為 天主教會 或者基督教 整個基督宗 在中古世紀唯一讀書的人 來源就是教會 一二萬人本身 是 連文字都沒有 他們有類似文字的一些記載的物體 還有一堆Bard 一堆淫遊詩人 但是這班人 當然是一堆長老 但是你靠他們 只能夠管治暴落 不能夠管治 不要說皇國 連一個侯國 公國 一個紫著的國 都管不住 你怎樣去教育你的雷民 你不是教育你的村民 大家要搞清楚 不懂的 你幾百人裏面 可能同一條村 同一個部落 大家認識的 各個家庭都認識的 幾個長老都看完了 一呼百應 但是當你的級數到了過萬人 十萬人 每個人都不認識的 幾個家族怎麼抱也認識不完 那你憑什麼去發佈命令呢 他們怎樣去追蹤指令呢 怎樣追蹤指令 在萬里之外 都要追蹤指令 你一定要有文書系統 沒有文書系統什麼都做不成 所以日二萬人一旦定居了 而正式成為一個政權之後 他不可能沒有識字的人來幫他 但是大部份日二萬人本身出身都是武士出身 很多中世紀早期的時候 連國王都不識字 那你找誰來幫教士 因為教會識字 而很早 羅馬帝國在三世紀開始衰落的時候 實際上 尤其是自從基督教得到 國教的地位之後 知識分子基本是由他們培養的 不再由 官僚系統 也沒有官僚和不官僚系統培養 羅馬沒有正式的教育機構 很多時候是靠家庭私屬 媽媽教 私立學校教 所有學校不是一起上課的 你找個師傅來 然後幫你的子女補習 補到差不多 到十八九歲 你就去亞典留學 去學紅辯術 或者除了亞典 你可以下一步再去哪裏呢 可以去到婆哥蒙 或者亞歷山大利亞 那兩處都有大圖書館 你可以進一步做學問 或者如果不是回到你的原居地 你開始跟師傅學習 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但是當你去到天主教演取得了國教地位之後 這些東西都是由教會一手包辦 於是如果教會不承認你這個國王 沒有人幫你辦財產繼承 甚至連一封國書都沒有人會寫 沒有人寫國書 沒有人寫召令 沒有人替你承辦財產繼承 沒有人替你證婚 沒有人替你做教育 沒有人替你做慈善 所有社會功能都沒有人替你做 你怎麼管 你就連國不成國家不成家 所以教會的影響力之強 是在這裏 教會保存了文化 這個是文化人或文明人 居然是某程度上不靠刀劍 而勝過武士的一個招數 你要長治久安你就要我幫忙 而我承認你那一人就什麼都不是 這個有例子 在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亨利四世 曾經跟教宗格力高利七世 兩個起很大衝突 因為格力高利七世 是要致力令到羅馬教會凌駕於帝國之上 而他居然發出一些召領 重點就是 我教宗可以廢除國王 但是沒有人可以廢除我 除了神之外 除了天主之外 沒有人可以廢除我教宗 但是你們這些國王就全部我可以廢 包括皇帝本人 皇帝當然不高興 亨利四世帶一群馬去找他們 誰知走多一半就後丹失火 因為格力高利七世 頒布破門律 將亨利四世廣出教會 你從此不是教會的人 你是異教徒 一踢下去 所有在德意志地區有 繼承權的皇后功相 全部立即叛亂 更加要命的是 亨利帶著軍隊下來 他的軍隊不肯動 美保暴亂 但是不肯動 好像唐縣宗當年 去到馬懷邦不肯動 於是乎亨利四世 沒有辦法 唯有雪夜 光著腳 即是沒有穿鞋 穿著單衣 走去教宗 度假的 Carnosa城堡 貴足三天三夜 最後格力高利七世出代 我射面你 你既然願意真心配改 這樣才能讓自己的軍隊 回到日移曼地區收拾殘局 不然他連皇也站不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教會在中世幾個小時的影響力 因為你沒有他 你也不用指而管國家 他亦有能力 可以參與政治 是溜起叛亂 而考慮到信息是很重要的 懂得讀書 你就有了信息的力量 而信息的力量也能幫你記錄一大堆東西 那哪個皇后帳上大家互相不妥的 我先記錄在岸線 我知道了 有那麼多教士 通過信信來往 可以通知我那麼多 每個國家的情況 他的動向 所以我一旦要玩起東西 我隨時可以搞到你連皇帝都沒得做 你變成什麼都不是孤家寡人一個 連村民都會不收留你 甚至趕你走 因為你是異教徒 這就是 他的教會的威力 為什麼那麼多國王 這差不多要直到什麼時候 直到國民國家的出現 就是拿破崙 最終自己幫自己加冕 才打破了某程度上 大部分之前的國王都要教宗 來加冕 或者宗教人士 神職人員來加冕 亦都是為什麼亨利八世 最終要脫離天主教 如果不是他有一系列的麻煩 這就是中世紀的權力邏輯 權力來源 在血緣和宗教之上 這兩件影響著洛萬人的走向 亦都是為什麼這麼多萬族 一定要歸依天主教的原因 好 這一節 講到這個位置 我們接著可以到下一節 下一節就是講 日二萬人和維京人到底帶來什麼影響 好 接著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這個日二萬人 或者應該 收窄點叫做Anglosession 安格魯沙克信人 和維京人 對於在洛萬人入侵之前的英國 帶來了什麼影響 先講Anglosession 我個人覺得Anglosession帶來了兩件事 一 這個是普通法 普通法對於英國的歷史發展 英國是我們現在叫普通法 但當時不可以叫普通法 因為當時沒有行評原則 當時只有習慣法 日二萬民族普遍都用的習慣法 但是日二萬民族在侵略其他地方 無論是法蘭西地方 日二萬民族的地區 到意大利 最終都被羅馬法 順復了 最終是以羅馬法來統治 而不是以習慣法 唯獨是 在英倫保留了習慣法 這個有一定有趣的原因 他們的羅馬化其實反而更遲了 而第二件事就是 農業技術 大家一直以為 日二萬人是野蠻民族 他們的技術全部落後過羅馬 其實也不是 日二萬人的技術 在農間方面其實是勝過羅馬 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 耕田用的泥 而且可以用動物拉的泥 這件事是 最早如果你說歐洲來計 其實羅馬沒有大型的 給動物拉的泥 是靠人力來操作的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羅馬的技術這麼強勁 是不是 可以建造上下水道 可以建造 Colisium的這麼巨型的建築 但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居然會沒有呢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我們首先要知道 羅馬也好 希臘也好 他們的起源都是成邦 他們的起源是一個成邦文明 而成邦文明配合一個奴隸制的經濟 一堆少數的公民加一大堆奴隸來服侍他們 然後組成一個成邦 羅馬雖然由成邦國家變成領土國家 由成邦營變成領土營 最後變成帝國 但是這個帝國都是由一大堆成邦皇國 小皇國或者一些部落 全部夾合組成的 根基當然用羅馬法 羅馬的基建 但大家留意羅馬基建都是收足道路 上下水道 加上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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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多農業的水利工程 中國是甚麼呢 中國的皇帝最流行就是搞大型水利工程 羅馬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沒有那麼大型 羅馬搞道路更流行 我們可以這樣看 實際上羅馬是一個以城市為基礎的帝國 以城市為基礎的帝國 對於農間技術 實際上羅馬不需要自己的農間技術特別好 他只需要有能力 將 地中海產糧區 即是北非 埃及 西西里 和黑海附近 繞著黑海附近的那些 烏克蘭地區 那裡生產的糧食 能夠搬運到全羅馬世界 就已經足夠了 羅馬自己不需要特別改良他的技術 實際上 羅馬一成帝國 甚至未完全成帝國 只是剛剛 統一了意大利 兼 開始控制到 部分希臘地區 和北非 都未上對打高度的時候 實際上羅馬城本身 人口多 但是他的糧食已經是付出產 他是要靠輸入糧食來生存 如果沒有西西里沒有埃及 他會倒楣的 基本上 所以 對於羅馬來計 龍間技術並不特別重要 因為他是一個聯合了城市的世界帝國 但是對於日以萬人就不是 日以萬人的步驟性非常強 每一個地方都是自己的 要靠自給自足 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一定要解放生產力 你要生產足夠的糧食 你才能養到足夠的人 如果不足夠的人 你會被隔離部落更多的人 打殘了你 吞併你進去 所以如果不想的話 你就有辦法 可以種到那麼多糧 又種到那麼多糧 才養到那麼多人 養到那麼多戰士 才有機會出去 不要先不要說出去征服 起碼和人打架 不要先輸 不要因為人數少而輸 還有要吃得飽 吃不飽穿不暖 洗隔藥少也打不贏 大家如果看看羅馬不同的史書 無論是凱撒自己寫的 乃至後面 李維也好 塔西台也好 他們裡面形容起日以萬人都是非常高大 強壯高大 藍眼金髮 皮膚很白 你想想 怎麼會離得高大呢 那個年代其實要高大有肉 不是那麼容易 而羅馬人本身也不太吃肉 羅馬人喜歡吃魚 會吃羊奶芝士 但他們最主要是吃麥糊 他們其實地中海飲食當然 相對地 以我們今天來說會長壽一點 但是 稍後來說體格就不是特別強壯 跟日以萬人不能比 日以萬人吃肉 吃肉 奶類製品 當然他們一樣是種麥 而他們不是吃麥餅 他們是吃麵包 這堆有的農業技術 是先進過羅馬 他們當然有用奴隸來耕田 但他們也有相當多的自家農 而能夠做到自家農的原因 就是他們的農業技術相對比羅馬更發達 羅馬是依賴大量的奴隸 用低成本勞動力來頂 日以萬人就提高了他們的農業技術 去養更多的人 而這件事帶來了英格蘭的一個轉變 英格蘭能夠由 羅馬時期式的那種奴隸制的經濟 奴隸制的莊園式經濟 這種經濟很容易變成一種寡頭壟斷的狀況 會變成成為成幫國家 沒錯成幫本身可以很文明 但問題是成幫不能集合力量 始終規模不能上升 能量總量不夠 他信息很發達 但能量不夠 能量不夠 養不夠的人都是讓人入侵 他就沒有辦法像將來的英格蘭 向全世界一步步輻射影響 只會被人欺負 而日以萬人的來到 他一方面跟當地的羅馬 已經羅馬化了的不列瘋人 互相融合 古時 或者幾十年前的研究 當時就認為 特朗普的Anglo Section 是把英國屠殺了然後取代 但這是第一 不合乎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方式 這是提高統治成本 你殺了所有人 誰幫你耕田 誰幫你去什麼 這不是只靠殺人 一到差不多你想定居 要和當地人互相聯合 尤其是當地人的文明不足 甚至文明比你還要高一點 在某些文明上 建築的文明上 用文字的文明上 可能比你更好 你在農業技術上 武器上 可能比他們先進一點 大家是會有補充的 所以一般會融合在一起 而不是一個屠殺另一個 然後最近這十年八載 DNA技術的發達 他們將以前那個年代流下來的 無論是人骨也好 或者是一些 陪葬物 他們只要能夠抽取DNA 拿到DNA 知道那些 估計哪些是當地不裂瘋人 哪些是Anglo Section 然後再跟現代的英國人來對比 其實有一半英國 差不多一半半的血統 有一半人是Anglo Section 有一半人其實仍然是舊的Briton 但當然現在混在一起 你已經不是那麼分得那麼清 所以可以證明他們並沒有屠殺 只是在文化上 on top 放了上去 而這個也影響到奴隸制的 逐步瓦解 不是說日以萬人不用奴隸 但是他們用奴隸的方式 不像羅馬那麼有 建制式的去用 而且是大量的應用 倒過來就是 日以萬人慢慢建立出來的 與其說是奴隸 不如叫龍奴 或者電龍 那地就是大地主的 農夫就要幫他們耕田 但是農夫某程度上是類似租著快田來耕 就不是一個純粹單純的奴隸 一個完全沒有人生自由的奴隸 而只有這樣才可以為日後 逐步逐步階級的變化解放才可以走到有原動力 如果不是我們經常停留在羅馬時代 其實也不成功 而且在羅馬時代也很明顯地 如果單靠羅馬式的莊園經濟 農業技術落後 而且人們沒有動機幫你耕田 這樣的話糧食產出是不夠的 也是回到之前說的 如果不夠人 就被人欺負 日以萬人改變 我覺得在這兩方面 第一 就是 所謂普通法系 也就是他們由習慣法開始 習慣法當然 他們不是瓦解了羅馬法 應該這樣說 他們用了羅馬法的精神 去看回自己的習慣法 而習慣法是靈活的 相對靈活的 是容易處理 後來例如 多個不同的人 來處理 而能夠仍然找到 共同地靈活的靈活性去做 而另一件事也更加重要 就是他們帶來的農業技術 瓦解了 羅馬式的莊園 羅馬式的經濟制度 而建立了新的 日以萬人 以至到整個中古歐洲 那邊都在走的 一步步會建立的那種封建制 這種封建制才能解放一些農民出來 而不是再是一個普通的奴隸 而是他們也有人身自由 而亦如此 令到你的精兵基礎 不用靠比公民權都可以擴大 就不會有當年羅馬卡拉卡拉的情況 但這也是另一個故事 將來要講的 即是講歐洲史太複雜 太多東西要說 這個就是日以萬人帶來的 但如果純粹由日以萬人的話 其實也有問題 日以萬始終的部落性很強 他們之間的爭戰很強 不是那麼容易結合 不像羅馬已經有一套成熟的建制 可以將那麼多個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王國 結集在一起 日以萬人沒有 制度沒有那麼先進 如果 加上只靠英格蘭本身的出產 英格蘭出產是豐盛的 但只是一個王國來計 是很豐盛的 但如果內部有那麼多個步驟 打來打去 恐怕沒有哪個步驟 都足夠的財政力量 去打低其他的步驟 就會長期徵戰 長期徵戰就未必有好事 因為長期徵戰就容易軍事化 一軍事化的話 日後我們看到英格蘭的那種 相對地寬鬆自由 相對地靈活的那些東西 絕對不會見到 到底是什麼 令到這群喜歡打架的日以萬人 開始走在一起呢 這就是後一節的東西 就是 維京人的入侵 為何說維京人的入侵 帶來了新的改變呢 維京人的入侵帶來的第一個改變 令到英格蘭 本來英格蘭進入了英格蘭之後 本來一個不列瘋散 在羅馬時代的不列瘋散 就拆開了七極 變成了七個王國 因為我剛才說過 英格蘭進入英格蘭 喜歡互相分裂 因為他們還未有一個很成熟的政治制度 他們還是很暴落味 他們的農間能力是足夠的 但是組織力是屬於 小型組織就有 底層組織有 但是上層組織不可以 所以一列就列開七極 七個王國 什麼Wesses Success Esses Mercia Angeli Lotthorberland 那些在打架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一下Games of Throne Games of Throne其實很參考英國歷史 七個王國都是這麼巧 七個王國大家互相打架 而且打了過百年 打來打去沒有一個可以統一到其餘那些 然後等了大約一二百年 大概到公元六七八年之間 就開始出現第一波的維京人 維京人出現得到 其實就要感謝氣候 我們很簡單就要講一講 很快地講一講 其實我們經常以為維京人住的地方 北歐、Skandernavia 瑞典、萊威、丹麥 芬蘭 乃至波羅的海三角 一部份的波蘭那些地方 以為那些地方凍到吐茄 應該是寸草不生的 但我上一集其實有提過 那些地方其實 北歐沒有我們想像中荒涼得那麼恐怖 北歐第一有地熱 基本上地下水不結冰 基本上 他們的地熱可以令到河流長期都可以動 冬天有地方冰封 但地下水不會冰封 令到他們相對濕潤 他們的植被是可以存在的 而且北歐也有足夠的礦產 也有足夠的林木 也有草地 這些多樣化的地方其實一樣是可以耕作的 只要氣候就可以了 他們只不過是糧食出產的總量 一年來計不會有那麼多 但是如果撞正氣候剛剛好就 實際上一年都可以去兩組 但一般當然一年都可以做 種大蜜 煙蜜那些東西 所以他們也要放牧 如果不放牧也不行 因為放牧有生口才可以有奶 有肉類的東西來幫忙吃 也要有生口幫忙耕田 而這群北歐人實際上剛剛好撞正 中世紀氣候開始變暖 正正在那段時間變暖 首先是中世紀氣候變暖 變暖了之後 令北歐有更多地方可以耕作 更多的耕作養了更多的人 但更多的人之後 人口的壓力 和社會上 當財富累積就會有貧富分化 貧富分化到一定的地步 窮人實在無納粹之地之後 他們就要另外出外賺食 而這群出外賺食的 做了賊的 就是WIKIN 或者我們應該讀WIKIN 其實是WIKIN 為什麼WIKIN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有很多種解法 其中一種最容易明白 我亦覺得 容易解采又容易採訊的解法 其實是來自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那群北歐人 當冬天發覺自己的地出產不夠 甚至已經被大地主收了 自己無納粹之地 唯有賺食 打架結舍 他說了一句 Frawa Iwikin Let's Go Raiding 去做世界 這群WIKIN就是做世界的人 於是一群都出去做世界 當然其中就是 周圍游 游到英格蘭的地方 去做人家的世界 因為他們背著那些船 大家如果有見過維京的船 維京人的船 那些維京人的船的特點 就是在淺探海浴 大部分歐洲的船 吃水會深一點 一定要下去深一點的海 起碼都是地中海的海 更何況 如果你說在北歐那些 行深海的地方 就一定要去大一點的船 就不像維京人的船那麼靈活 正因為維京人 有他們這種 黑科技 所以 他們可以在英格蘭 整個北歷甸島 甚至是沿岸 消殺搶糧 他們登上淺灘 甚至是穿過淺灘 如果有條河的出入口位 即是有條河的位 可能是很近 這個岸 甚至穿過淺灘 將船一般搬到河 走上去 一樣去攻擊 更加不用說倫敦這一類 他通過泰吳士河逆流 已經可以打入倫敦 又是去消殺搶糧 維京人帶來的軍事壓力相當大 正因為這個大到就是這七個王國 沒有一個可以單挑挑贏 結果就是這七個王國 大家要走在一起 而 創意這個人就是 King of Versax Alfred the Great 也是英國歷史上唯一一個 The Great 即是大帝 Alfred大帝的 稱號的國王 而他的那個做法 當然就是走了去 跟其餘六個王國的 頭傾 大家 不要打了 我們 這樣打下去 不是辦法 我有辦法 可以跟這群維京人對抗 但我們六家人一定要團結 我們這七家的 大家團結在一起 於是乎這六個亦都因為實在被人消殺搶糧得太淒涼 很多地方根本已經被他們佔領了 被維京人佔領了 再這樣搞下去這七個王國都頂不住 於是乎他們 大家同意共專這個 King of Versax 變成了King of Anglo Sessions 即是安格魯薩克順人之王 即是他變成了這七個王國的王中之王 當時用的是King of Anglo Sessions 不是King of England 沒有英倫這件事 沒有King of England 只有King of Anglo Sessions 也就是這七個安格魯薩克順人之王 而他的確想到一個 就是雕堡主義 周圍都建立一大堆雕堡 在大量的軍事要道 商業要道上 建成塔 建堡壘 因為維京人 一大堆人衝過來 如果你打算組織軍隊去追他 追到你氣都咳嗽 你都追不到 因為他坐著船周圍去 所以唯有遍地雕堡 而且將整個區重新劃分 有一部分 有相當一部分 尤其是受維京人侵擾得厲害的 那些地方 變成了 一些類似北軍區的問題 或者你可以當中國戰國時的郡縣 那些是由國王自己直接管轄的地方 派當地的民兵 就是民兵的駐紮 民兵的水平 和維京人當然是沒得比 維京人是專業的賊 而這班 民兵只是平日是農夫 你說照打就打不贏 但如果借助成堡 射箭塔等 他們都要幫助利用攻堅的東西 或者可以扯一輪 只要扯得到一輪 可以集結到軍隊過來 那維京人就要閃 原因亦都可以這麼說 維京人坐著船來 又不是大船 而是坐這一種的Long Boat Long Boat本身當然有戰鬥力 維京人亦都很難對付 但是問題是他們帶不了攻城武器來 如果是攻城武器 如果是遍地雕堡的話 所以維京人就沒辦法那麼容易突破 這個策略是成功的 亦都令到最終 迎來了一次大勝利 而這個大勝利之後 維京人在 英格蘭那邊的首領 跟Alfred de Grace大家和談 和談之後 大家做了一宗交易 就是劃好了丹麥人區 也就是 維京人區 劃好了丹麥人區 給這班人 而換取就是 這傢伙認 Alfred de Grace是他老闆 於是整個英格蘭分開兩大楷 一楷屬於安格魯薩克遜區 另一楷屬於維京區 大家繼續各自各管自己的地方 但是大家共專 Alfred的那一家人 成為國王 所以他就變了King of Anglo Session 亦都變成了King of Denmark 某程度上 就是這樣 這個維京人帶來的轉變 終於令到本來七個國家 打生打死的聯合在一起 而由於這不是一個軍事征服 而是七個皇國在他們的自願情況下 為了面對共同敵人而結合 之後丹麥區那邊又是因為 要修正他們 你也是不夠實力 再打下去也不是辦法 丹麥人這樣算 反正挖一個地方給你 你永久居留 你不需要再做特策來打劫 還不如你做農夫 你一邊做農夫 其實東海岸這一邊 反正對著也是維京區 還不如你幫忙對付維京人 其實那個邏輯同落萬帝 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就變了一個 是由幾個不同的皇國 組合而成的一個複合皇國 這件事也造就了英格蘭 第一 維京人這次的道理 令到英格蘭可以統一 而統一的手段並不是軍事征服 血洗對方 而是大家基於consensus 基於 共同需求而組成 而組成了之後 因為是基於consensus 所以King Alfred就算管 也是要共治 即是要聯合幾幫人去治理 而且也需要有法律依據 如果完全沒有法律依據 這個做不成 所以英國另一陣底層的邏輯 就打了出來 另外一件事是維京人的貢獻 是什麼呢 維京人貢獻了 將英國挖進北歐經濟圈 當時北歐其實並不是窮 我之前已經說過 因為中世紀溫暖 加上 北歐本身有大量的木材 擴產 海產 而且他們可以通過福爾嘉河流域 和拜占庭帝國 和後來伊斯蘭帝國做交易 所以 實際上北歐經濟圈是相當活躍的 實際上如果由Alfred de Grace 再數一二百年之後 就已經有漢薩同盟 一個北歐城市同盟的出現 而其中 倫敦雖然不是在漢薩同盟裏面 但是是漢薩同盟的其中一個 認可的交易站 這是後話的 已經是 所以維京人實際上 做商業的能力也相當強 他們不只會打架劫社 實際上打架劫社是無奈之舉 他們一旦有辦法定居 一方面耕田 種野之外 另一方面也開抗 做生意 而維京人的組織 在北方這些地方 正如以前提過 他們的 產業不足以支持 建立一個大帝國 但是可以建立一堆成邦和一些小王國 小部落的聯盟 所以他們的商業性格很重 亦更多是貴族寡頭式的管治 就算去到丹麥區 他們的丹麥老闆也好 雖然他們有個succession 但succession也不是嚴格的負死只計 有時是輕中低級 有時甚至是其他部落人不服走過來 亦有時是選舉選出來 不是一個很穩定的格局 反而是 維京人的貴族是穩定的格局 而這件事 亦都令到 如果北歐人 一方面他帶來了 令到英國有了商業的基礎 亦都令到英國要發展海軍 這是加強了英國的商業性格的那一邊 亦都同時令到英國有了聯盟味 亦都變成了他們的王權 雖然強大 逐步逐步強大 但王權強大當中是靠共識 共治來建立 而不是靠霸權 不是靠武力去征服 征服出來 但好處當然是令到英國有開放性格 加強了英國的商業 準備了英國將來 就算還未跟歐陸有聯繫之前 已經有了商業基礎 但問題就是 無論是 原住民 還是維京的丹麥區 他們都更多是由貴族 去把持 或者上層的大地主把持 往往就是要大家共識之下 所以他們的政府其實某程度上還是分散一點 雖然Alfred de Grace已經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 但是那個集權始終是有限 是在有軍事威脅的情況下 大家會尊重 但是一旦 維京入侵的軍事威脅解除了之後 實際上大家仍然想回去做自己的王 我名義上的專理是天子一聲 情況有點像春秋那種格局 或者比春秋好些 有點像周初那種格局 西周初年的格局 你是王中王 但我們每一個王我們自己管自己的東西 當然你自己的領土大了 你自己直接收稅的地方大了 你是最有實力 我們仍然有專理 但是與此同事 你的手全部拆不進來我們這些地方 而丹麥區甚至有丹麥區自己的管治方式 他們更加都是貴族和地主寡頭統治 他們推的那個王其實是軍事首領 就是保護他們 帶他們打仗 所以維杰如果繼續是由維京人下去 英國只能夠活躍在波羅的海 北海這一邊的雙圈 也只能夠維持著一種鬆散的王國 而不會成為日後的英格蘭 不會出現英格蘭 或者英倫 而是只能夠維持著一個鬆散的王國 這個不能夠發展下去 最終不會令英國有能力 向外來發展 亦都將他的那套東西向外推進 那到底是誰 了結呢 當然講到這個大家都明白 當然就是洛萬人的入侵 於是我們可以進入下一節 洛萬人的入侵到底是有什麼影響 好了 繞了這麼大個圈 終於要講到洛萬人入侵 但是講洛萬人入侵帶來的影響之前 首先我們要知道 征服者威廉憑什麼可以走去 一個法國佬 可以走到英國做英國國王呢 我們不是之前講過血緣的問題嗎 血緣和教會的問題嗎 這就是個吊櫃之處 這就是血緣發揮作用 固然 威廉本身帶有相當的武力 這個不用說 而洛萬人的工作 洛萬人的領地也相當富饒 所以他可以有錢有人 所以他是絕對有實力去征服英格蘭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單憑洛萬人的實力要完全征服 而別人不抵抗是很難的 偏偏就是他的血緣上 是有辦法的 這個血緣的關係複雜到無論 但是我很簡單地說 是很有趣的 首先就是 洛萬人公爵是怎麼來的呢 洛萬人公爵其實也是維京人來的 他們的祖先 是一個維京人 有一次穿過塞納河直攻巴黎 攻隊後法國國王腳軟 於是把女兒嫁給他 他還要把一大大領地 就是今天的Normandy 把整大領地畫給他 叫他以後去那裏做 去那裏好好地 幫我頂住你的親戚 其實情況有點像什麼呢 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 就是李嘉誠張子強走來搶李嘉誠的東西 結果李嘉誠不單止 不叫叫警方來抓他 到晚就把女兒 嫁給張子強 還不單止 還把他的企業旗下 一家專門做保安的公司 給了張子強打息 叫張子強你帶葉繼歡 桂炳紅全部進去這家公司做 麻煩你幫我以後 擋住其他那堆的賊 以後就是你的了 這家公司 我們詳實商場 旗下所有的商場 物業管理都給你管 但麻煩你幫我對付你其他兄弟 而張子強居然很狠 還不單止這樣 他懺悔他自己以往的行為 去了教會 仇使信教 還叫了一群人一起信教 從此就效忠於李嘉誠 幫他繼續擋住其他那些賊王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就可以當成是招安了 於是在洛曼帝這個地方 他們也全部信教 亦都可以說是法國化了 所以是一群法國化了 的 維京人 而是在法國化了基督教 信了基督教的這群人之餘 還去到幾代後 他們不是再說他們的丹麥話 或者北歐話 變成了說法國話 他們是說法語的 法國人憑什麼走到英格蘭呢 他的事源是這樣的 英格蘭我之前說 他們Alfred the Great 成功地搞通了 丹麥區和安格魯省上區 他就成為公主 但是很不幸地 他之後 因為我說過這是一個很鬆散的政治聯盟 所以好看他後面的幾代人 能不能夠站得住兩邊 而好不幸地他後面有一個 的子孫不太爭氣 不太爭氣 就無端端端 去打丹麥區 丹麥區明明歸順了 你還要去打鬼人 一走去打人家 打人家的區 人家當然會反抗 他又打仗打得不厲害 結果又走了 走了然後娶了 樂曼威公雀的女兒 於是乎就殺了 他殺張之後 又嫁了一段 丹麥又有個國王 在丹麥區的下居 首先的前來娶了樂曼威公雀的女兒 這個人 無時就死亡了 死亡了女兒 居然嫁了下居後來 另外又是由丹麥殺了回來的 於是駱曼帝公爵的女兒同時嫁給兩邊的王國 既嫁給安格魯沙克遜的王國 又嫁給丹麥區的那個額頭 而這兩個曾經管治過整個英格蘭 而威廉是駱曼帝公爵的下代 而再通過他追索母系 其實他真的可以承認到 這個安格魯沙克遜和丹麥區的老闆 這是他們的血緣之怪誕 因為可以怪誕到 其實駱曼帝公爵本人於是乎有了 他的這兩個王國的繼承權 而駱曼帝公爵的下一代 於是乎在大家鬥追Family 3 所以除了靠武力 實際上他的血緣是足夠強的 當然不會是最強的 但是當你加上了軍事的強勢和經濟的實力 衝進去之後 這個血緣關係就極為有用 可以很快地令到當地的貴族 打輸了就可以服你了 就不會說打輸了一條氣不順 為什麼你做得我不做得 就不會有這樣的疑問 原來原來你祖先原來也是有關係的 老闆 我免得跟你打了 老闆 就是這樣 他當然 當然單靠血緣就搞不贏 他還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 他帶來了當時最先進的軍事力量 重裝騎兵 也就是重裝騎士 但是當時在英格蘭是沒有這件事的 英格蘭一直以來跟歐洲大陸有幾分隔絕 他反而是進了北歐圈 因為進了北歐圈 他們更加著重海軍、步兵 你對抗丹麥來的那班維京人 那班丹麥人、北歐人 騎馬都沒有用 那班人坐船過來 然後就在淺灘、紮灘、在那些地方跟你打 大家爭奪的是碉堡、遼亡塔 爭奪一塊塊地 就是一串一串大家爭奪 在這些位置騎兵不是特別有用 因為不是經常打大會戰 所以也再加上英格蘭本身 又不是盛產馬的地方 維京人更加不會帶馬過來 怎麼會這麼無聊坐船帶著馬過來 當然不是沒有 你設定好之後有 但是你打仗的時候不會這樣 他的船不是做這些事的 所以 他們本身有騎兵 就算有也不強 但是 在諾曼帝就很不一樣 諾曼帝公爵當時屬於歐洲大陸圈 歐洲大陸在那裡 就算查理曼之後 也打了一二八年 法國裡面的公爵 那些領地很大 全部都有盛產馬 養大量的馬場 有重裝騎士在那裡 而且當時已經有了很成熟的 從查理曼開始已經有成熟的分封制度 所以每一家人他們有騎士的力量相當大 相當強 你想想一個法國羅萬帝的領土 大家看看 跟英格蘭都不會差太遠 當時他們有的力量 變成了他的騎兵 不需要大很多 就算是十多二十個 你要記住 英格蘭王國裡面 那些軍隊 很多都是當地的民兵 就算訓練極 都只是應付步兵戰術就可以 但面對著歐六的重裝騎士 便束手無策 所以這一個帶過去的實力 一下子就可以征服到 而且征服到還有震懾力 這是以往維京人 沒有辦法敗戴 安格蘭沙上也沒有這種震懾力 安格蘭沙上可以震懾到的是 震懾到當時已經頹小的 羅馬化的不裂瘋人 但那些人根本連打仗都不利 羅馬形式的打法已經失存了 所以他們贏得輕鬆 但日以萬人步驟之間打 大家都用差不多的軍隊 根本就沒有辦法克服到問題 沒有辦法征服 維京人可以消殺搶領 但一打到內陸 沒有了海軍的支持 純靠步兵 又沒有多少功成武器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但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沒有辦法在一場會戰裡 大量殺傷敵人 而這個 承認不到決定性戰役 但是威廉德 他帶著的重裝騎士 在當時來計 已經是那個時候 中古世紀 歐洲最先進的兵力 而且作戰能力極強 而且他們的機動性也很強 往往就是可以 用重裝騎士兵的話 帶著他們的部隊 不用很多的軍隊 就已經可以鎮壓當地的民兵 而且那班是專業軍人 是真正職業的軍人 而你那些 英格蘭的士兵多數都是民兵 平日是農夫耕田 那你說 或者是做其他小生意 那你說 怎麼跟一班專業騎士 日練夜練 連馬都是日練夜練的呢 一到會戰就不用玩 而會戰一打殘了之後 那種的心理震懾力 就很快可以令到其他貴族 全部計算一下數 不行 而且最慘的是 因為想用城堡去拖都拖不住 因為還有一件事 就是法國人有足夠的工程技術 亦都可以通過船帶過來 而不要忘記威廉 亦都不是不適海的 他們駱曼帝是對著海的 而他們的祖先也是維京人 所以他們亦都對海是相當之熟 所以你說海軍亦都未必鬥得贏 而他用的船可以帶著工程武器過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玩 是不能玩的 而且諾曼帝公國 公爵國 公爵國 本身的實力 因為在歐洲 當時已經推行了一二八年的封建體制之下 你說商業繁榮度 未必合得上北歐商業圈 但是說整體實力的調動 能夠調動到的戰爭潛力 就遠遠超過北歐經濟圈 任何一個王國或者城市 所以他一過去就可以征服 就可以把英國 砌合在一起 把本來的丹麥區和 安克羅斯基隆區全部合一 由羅文斯統治 而他亦都可以很方便地派騎士去管 他下面的那群騎士可以分封 重新一分封 分封做當地的領主 然後那群 因為他帶著的軍隊不用帶 少數騎士就足以可以鎮壓著整個區的那群民兵 所以跟以往的入侵不同 以往的入侵 你迫著要互相 最終承認 而羅文斯可以直接統一 於是一個真正的混一了的英格蘭王國 在他的軍事力量之下統合了 同時他把法蘭西的封建制度 帶了過去英格蘭這邊 而英格蘭當然他們本身底層的建築 底層的架構一早有齊 各國的軍區、郡縣 那些已經組合了 但是以往太平等也有他的問題 太平等和太多的中小貴族 有時要集合力量 如果你的主家的力量不夠大 那些人會抗命 一抗命起上來 你很容易就會分散、分裂、混亂 但是他 第一通過軍事鎮壓 第二就是給一個正式的名分 不用再是一些很複雜的貴族、軍區 那些投下 全部重新劃過 一劃過那些區 就是重新分封過 可以用當時的分封制分封下去 而分封制聽起來好像是在鎮壓當地人 但其實對當地人也沒有好處 其實是被他選擇的 就是有一條路叫順我者昌 順我者昌 以前他們要靠是靠國王自己 被特許藏也有 或者被任命藏 諸如此類 現在不用這麼煩 現在你效忠誰沒有事 你又效忠誰沒有事 重新劃分整個國家 跟隨西歐形式 但是去到基層組織 你就繼續維持著你的基層組織 的那種情況 即是說 你是由很多中小貴族重新合併 就分散去每一個大的區 就有大一點的公爵 那些就是Normans來的 但是去到地區 地方 就由你那群Anglo Section 和你那群Danes 你們繼續去管 那些位置 就是一種複合架構 而重劃過之後 總之它的Normans 有足夠的實力 可以鎮壓每一區 如果每一區有任何叛亂 他們可以鎮壓到 區和區之間 大家說不定數 想打架嗎 可以申訴 可以申訴 但不可以打架 這就變成了 令到英格蘭國內不再容易內亂 因為有個龍頭大佬在那裡 坐管 而且這個坐管的實力是足夠的 它可以由諾萬帝調過來 而它不需要靠當地的力量 它要鎮壓的話可以由外面調過來 而且外面的力量是豐厚的 但是與此同時 第一就是 它雖然有諾萬帝這個地方 這麼大 這麼強大的功國 但與此同時 如果你說完全靠這個國 它徹底消滅英格蘭 因為一個英倫海峽 再加上當地的情況 其實與法國很不同 英國與法國畢竟是連語言都不通 也與他們的制度不同 生活方式不同 強硬要去征服 你就要消耗大量的諾萬帝資源 如果要消耗大量諾萬帝資源的話 第一 你的國家在法國本土會受其他國家的攻擊 這當然是不著數 第二 也違反威廉的意思 因為實際上叫做征服者威廉 威廉有他的野心 不要忘記威廉的家族 除了可以批評到英格蘭的皇位之外 其實他們可以批評到法國的皇位 因為當初他們的祖先 就是法國國王的女婿 通過女婿這條線 一樣可以批評法國國王的位置 所以對於威廉 其實拿整個英格蘭 等於就是拿了一個大後方 這個大後方 如果能夠將他的出產 英格蘭的出產不差 英格蘭有林澳 也有這個糧食 有蜜糖 有布匹 有不同的東西 而且他們和北歐 都還有一些經濟圈 有交易 所以 拿到了英格蘭的財富 和英格蘭精兵 英格蘭都住相當多的人口 他就等於一個人擁有兩個皇國 甚至他兩個結合在一起之後 的力量 如果能夠整合到的話 是超過法國國王自己有的力量 法國國王如果想和威廉去頂 他要拉攏其他法國貴族 否則他根本就不夠實力 可以打沉他 你可以回頭 以威廉的角度想 如果我整合到英格蘭的力量 為我所用的話 這樣就很棒 但如果這樣 你不可以血洗他們 因為你會消耗自己的力量 那怎樣呢 要想王兼二角 你就要有包容性 但是你不能夠用行政官員去直接管治的話 因為當地人不服你 然後可能你叫英國人走來法國 可是它們也不真好 管不了 所以 所以 最簡單的一個辦法 連宗教 宗教也不等你管 因為宗教唇要管 而不是你管 你一概就用宗教來合一 最簡單的是 正如當年的羅馬帝國法律 而且因為他們都是日耳曼民族 你左數右數 其實都是 Anglo Session 是日耳曼人 其實就算北歐人 他們都是日耳曼人的祖先 你看他們的神話就知道 北歐神話和日耳曼神話 大家都是奧丁來的 大家是Lathol 奧丁 Luki 那些人 全部都是差不多 當然每個部族大家有多少分差 但是 基礎是一樣的 所以這群人其實 他們的習慣不是完全一樣 但是在底層來應用的話 日常應用的話是通的 所不同的例如是軍制 稅制 那些可以領定的 而且根據地區來領定的 你之前有什麼習慣 你就照交 總之對於威廉的眼光來看 只要我能夠在英格蘭收足稅 精到兵 如果我要下去 發覺到欠黃位的時候 我可以調動他們過來就行了 於是他的做法就是 第一 用法律 來管治同事 看兩邊 而這個法律不是 頒布一套新的法律 那麼簡單 而是最主要是利用了習慣法的靈活性 去幫他同時管治兩個地方 而第二當然就是劃餅 劃餅給英格蘭的原生貴族 你不要反我 你不反我 第一 我跟你重新劃分了田地 我做最大的司法官 我可以做你們的法官 去幫你們審治 而我呢 最好的法官 除了我有武力之外 我認識你們的習慣法之內 我也是習慣法出來的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和你們原生沒有任何利益關聯 我不會偏幫哪一邊 總之你和我申訴就行了 不要打架 一打架就 你先問過我的騎士 但是如果你說要申訴 我本王就來和你做公正人 這樣一來就容易控制得住 當地不同類型的貴族 亦同時可以為他的Norman Knight 樹立權威 這種用權威的形式 就變成了他是一種共治 而不是獨裁 而不是一種專制 他這種王權 是要通過那麼多貴族 大家集合在一起 而之前Alfred the Great 為了對付丹麥人 又建了那麼多城堡 所以相對地英國是很多 中小貴族 而不是多大貴族 真正的大貴族不算多 大家的力量那麼高那麼大 現在在上面加一個Norman 但是Norman的人數又不夠 所以變成了一種共治的情況 第一 於是形成了兩件事 第一 王在法下 法律是最重要的 皇上作為國王 都只能夠根據法律而管治 第二就是王在議會當中 議會當時沒有一個完全真正的議會 但是 他們都要做共治的方式 而共治就是 有Council在那裡 有Council在那裡 有這麼多Council在那裡 大家坐在Council 大家聊 Council再擴大一下 就會變成了一個 Parlament 這個應該是他後面 以後會再說 詳細會再說 你暫時當作是這樣的事 所以他成為了一個 共治性的君王 但是這個共治又不似得上 Anglo Session和Dane的年代那麼鬆散 他們全部是尊崇他 去做國王 而且是服從他的命令 他們建立了一個新的契約關係 按照歐陸的標準 去建立的關係 也就是分封制 你的領地是國王分給你 不是因為你是原生貴族 然後你來尊奉我 是我分給你的 但是去到當地 你的管子 你有合法管治權 我承認了你 原生有合法管治權 互相交換了出來 亦都通過這樣 逐步地 Normans當然也會 跟當地的English通分 有部份沒有通分的 有些人向後走 去了Wales 這也是後話的 有些人慢慢大家互相融合 融合了之後 一套 併鬼祭 現實性 你可以說出現了 一方面 皇帝 即國王 有他自己的直屬領地 而且相當大 他可以繼承了Alfred de Grace 留下的那一段遺產 再加上他自己打回來的地方 他成為當中相對最強 但與此同時他又通過分封制 和 議會和法律的形式 又確立了一種共治的方式 而不會走極端 雙方就得到了一種平衡 然後他又畫了個大餅 就是各位英格蘭貴族 如果你覺得你的領地太小 有興趣將來就跟我賺錢 或者跟我的子孫賺錢 大家回到法國 我做到法國國王 就多分一些East 給你那些英格蘭貴族 又怎說 最重要是你肯幫我 你肯出錢 出兵過來 將來有好處理分 這也是後面以後 英法之間的爭霸的時候 英格蘭可以動員的力量 除了他法國的直屬領地 以及靠他的子孫下半身 打回來的下半身 打回來的領地 下半身打回來的領地 例如安瑜 法國的安瑜 法國的Aquinta 這些地區 都是靠他的子孫不斷通過聯姻 聯婚 結婚 貴贈 拿回來的 差不多將大半個法國 已經是 加上英格蘭本身的基礎 你可以想像一下 英格蘭曾幾何時 英格蘭王國 去到一個什麼地步 所以如果沒有 事前這些 沒有洛曼人 這樣的入侵 英格蘭絕對 不會 第一 整合到一個 王國 第二 不會 搞了一個 既有中央集權 但同時 這個權力集中在政府 而不是 純粹在一個個人身上 而這個中央集權 在政府當中 又不是集中在行政機構 而是 靠司法 立法和司法 這就是英國的底層特色 而是 洛曼人的入侵 而為了方便統治 英格蘭 亦同時方便整合英格蘭 和洛曼帝 以及洛曼帝 打下 其他地方 將它整合成 一個符合的帝國 而所做的努力 令到英格蘭具有 一種特殊的性格 亦將英格蘭帶入 歐陸的政治裏 亦因為將英格蘭帶入歐陸政治裏 變成入了大國爭霸的地方 而不是留在北歐的圈 在英格蘭做小城市的同盟 而是要入去大國爭霸 入到大國爭霸的那種壓力 令到英格蘭更加遊合成為一個 整體的皇國 亦令到它 逐步逐步加強了 除了議會的管治 亦加強了官僚的力量 和法官的力量 亦只有英格蘭整合一體 然後就是英格蘭和他以前 在洛曼帝直屬的領地 和他後來拿回來的安餘 Quinta之間 通過法律再統合在一起 所以英格蘭那種尊重法律 尊重這個議會要求共治 但是 權力又不是分散到 省修修 像北歐的城市同盟 或者以前 安格魯沙遜人的皇國那麼省 而權力是集中的 但集中當中是有制衡的 是共同享用的 只不過皇當中的權威最大 亦擁有的實力最大 但是相對而不是絕對 就形成了英格蘭這種管治 而這會影響到日後大憲章 日後的 八年戰爭 日後的宗教改革 再日後 光榮革命 一路一條線 一路下來 都是由洛曼人這次入侵 成功地 羅馬人 把安格魯薩克上人 將丹麥人的遺產 加上洛曼人自己帶過來的 歐陸的遺產全部整合在一起 而衍生到一個英格蘭 一個完全不同的 既不是歐陸 又不是北歐 亦不是原本北列的本地 一種獨特的文明 這就是一個英格蘭王國 這就是 為什麼我會說 洛曼人的入侵 大的意義就是在這裡 他造就了現代英國的起點 之後的事情 當然之後就會繼續說下去 所以好了 相信大家 聽到今天都會明白 為什麼我說洛曼人入侵才是 英國歷史的開始 希望大家覺得OK 今天就這麼多了 歡迎大家留言 LIKE AND SHARE 以及訂閱 有什麼問題歡迎大家留下 我們可以在 影片下方的留言區 大家可以進行更多的討論 大家可以進行更多的討論 希望你喜歡 遲些又會再 開展歷史系列 即英國系列的第二集 如果一下 我猜第二集都沒有去到大憲章 第二集要首先說了一個 中古世紀的英聯邦帝國 沒錯就是洛曼人之後的 金雀花王朝 其實金雀花王朝也是由洛曼王朝走出來 因為都是那些人 而這個金雀花王朝最強盛的時間 除了英格蘭本身的地方 他還控制著法國 大半個法國 甚至是連西西里島 可以控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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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影響得英格蘭很深 因為英格蘭才會 跟著參加十字軍東征 也對後面 大憲章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遲些再談 拜拜 拜拜